好今天呢台湾各地还是低温 那么尤其从昨天开始 这个荷环山降下瑞雪 不过今天第二天了 也出现了很多的游客来这里等雪 也包括了一人方顺级西家带眷现身 但因为天气转晴水气不足 所以老天不肯再降雪 很多游客觉得有点失望 那么有些人呢 干脆自制白雪来玩过过干瘾 大贵求婚 嫁给我吧 抢拍美景 直屁树林蜿蜿的公路 荷环山放起了民众山山来等雪 却等到扑空 太让我失望了 没有下雪 确实没有下 连个霜都没有 对 有点失望跟遗憾 等不到荷环山下雪 冒着接近零度低温 这群游客自制白雪 蹲在山坡上这样玩 其实民众为了自娱愈人 还是准备了像这样的冰块 在山上自己打雪仗 好不好玩 好 武岭停车场涌现 等雪的人潮车潮 人群之中也看见艺人方顺吉 然后又知道太冷了 所以专刚 带这起来 黑骨鸡 因为她有老婆小孩 一直要靠着 我靠着 冷气团威力紧弱 山区水气不足 尽管天气转晴 民众等不到白雪下载 荷环山只能自海解闷 不过农雾散去 包括玉山 中央建山 南湖大山 前一天的积雪还没有融化 矮矮白雪 在山顶游客只能远眺 过过感应 中期新闻 陈思源 张军农 SNG小组在南投 荷环山的采访报道